第十一集,刘思源收购川白楼 顾大鹏非要逛菜市场,陈东生怕他身体撑不住,但也只能跟着 顾母打电话来催顾大鹏快点回家,顾大鹏撒谎说已经上车了,但实际上人还在菜市场 顾大鹏知道自己以后不能陪陈东来菜市场买菜了,这就算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把自己的项链交给了陈东,算是以后都陪着他 陆珍珍决定给川白楼设计一个IP,他觉得顾曼婷小时候画的顾大鹏就很好 顾大鹏的形象刚好可以成为川白楼的代言人 刘思源来说要和陆珍珍一起看电影,陆珍珍有些局促,说要等下班后一起去 下班后,陆珍珍跑去洗了个头准备去约会,还和陈东说起自己的想法 打算减少大唐客人增加包厢,毕竟现在人想法很奇怪,都觉得贵的才是最好的 陈东没什么反应,陆珍珍也懒得理他,连忙抱着爆米花去看电影了 刘思源来找陆珍珍其实有他自己的目的 梁清然说过,有些手段该用的时候就要用起来 不久后,刘思源就找到顾大鹏提出收购川白楼的事情,顾大鹏自然不愿意 顾曼婷看到刘思源来谈收购的事情很生气,尤其刘思源依旧买下了川白楼附近的店面,简直就是釜底抽薪 陈东做了新的菜,但陆珍珍觉得并没有很贵重的感觉 二人因为赚钱的事情又发生了争执 顾曼婷担心刘思源做事陆珍珍不知道 刘思源表示这是他们的事情 顾曼婷忍无可忍,陆珍珍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刘思源这样下去会失去他的 陆珍珍提出做外卖,但陈东却突然收到刘思源收购的事情 再次拒绝了他的想法 顾曼婷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生气 顾大鹏却依旧笑嘻嘻的 他一直觉得自己比很多人生活的舒适很多 陈东来了,他绝对不会放弃川白楼 但川白楼的租金提高了 顾大鹏也很担忧 陈东怕陆珍珍知道了会受不了 让顾曼婷暂时瞒着他 顾曼婷发觉他可能喜欢陆珍珍看 连忙催他把陆珍珍抢过来 老郭要把房子收回去 陆珍珍只能找到了他住的地方 二话不说赶了过去 顾曼婷为了房租的事情去找徐浩借钱 徐浩其实并不建议借钱 但他希望川白楼被收购 这是一件好事 顾曼婷见状很生气 既然他不借那就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 徐浩跑去找顾大鹏告状 顾曼婷太冲动太感情用事了 为了川白楼甚至要和他离婚把房子卖了 但实际上徐浩也是真没钱 他甚至把房子抵押出去了 顾曼婷并不是说说而已 他收拾了行李准备离开 甚至把自己的包放到小区卖 陆珍珍和陈东找到了老郭 老郭对川白楼很有感情 所以决定房子的事情重新弄个合同 二十年前是什么价 现在还是什么价 顾曼婷拿着钱赶来 中庭集团的违约金应该由他们出 老郭走后 陈东突然解雇了陆珍珍 陆珍珍收到梁清然的电话连忙赶去酒吧 顾曼婷喝得鸣鼎大醉 抱着梁清然求他不要收购川白楼 陆珍珍这才知道真相 收购川白楼的人居然就是刘思源